下午好,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Virtual Exhibitor Briefing 那我们做了之后,Operation那边还会继续做另外一个给你 但是今天的目的是来做我们怎样upload我们的file在里面 我们怎样做我们的select我们的booth那些东西好不好 我们的Selango International Expo 2020年会从14号 10月14号到17号9点早上到6点下午做run这个event 我的名字是晶晶亮晶晶的晶 Invest Selango 我们的部门我是做sales的 你们已经有跟我联系过几次了 那也有收到我的email几次了 那如果你需要其他的Operation的帮忙 你可以写email给sabrina或者是melvin 他们会给你他们的email address 等一下 那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给你我们的Operation的team 就是由sabrina,她是我们的经理 还有呢,我们有melvin跟kelvin是我们的contractor来的 他们会帮忙做整理好整个platform 那如果你有什么什么疑问呢 请留下你的疑问在Q&A这边 你有看到吗 在以下有一个Q&A 你就放你的Q&A在里面 然后呢,他们会尽量帮你答你的疑问 好不好 那还有呢,就是 你们应该有收到你们的userID跟password了 那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的话 请你whatsapp我 你的email address 从那边我们会看到 你已经有收到 还是整个email已经去了那个junk box 你要check check 那今天我们就要给 让Mr.Kelvin来解释 怎样upload你的file 来,Kelvin 好,OK,现在我们开始 这个呢,10月1号是我们不能够更改的日期 好,你们有注意到这个10月1号 OK,是我们上载文件的最后一天的日期 所以所有东西在10月1号过后都不能再更改了 好 OK,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的userID跟这个password 这个密码已经是发过去给你们的邮件了 所以你们要查你们的邮件 在spam也好,在junkmail也好 如果你们有了你们的那个密码跟那个userID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copy and paste 记住是要直接copy and paste 然后就可以去到我们这个email address 里面输入你们的ID跟你们的密码 当你们输入好呢,就直接按sign in 好,下一篇 好,来到这边呢,你们会看到两样东西 就是红色框框的 company name跟country 所以那个是不能够edit的 OK,你们两个东西都别接动 OK 除了橙色的框框里面 你们的电话号码 你们的公司的网站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自己加进去的 OK 然后,来到下面那个category 就是分类 OK 你们最多可以选5样 不能超过6样 最多是可以选5样的选项 只有5样 好,清楚了吗 清楚,我们就下一篇 好,来到这个exhibition person 就是负责人的这个网页 OK 你们会看到两个 一个是add new 就是说新加的一个button 你们一定要按那个新加add new 你们才可以自己放你们的自己的资料 OK 然后下面那个business representation 你可以选择按edit edit过后我们就往下看 往下看这边 你们可以放你们的名字 你们的designation 电话号码 然后一定要按save 如果你没有按save 全部文件都会不见 一定要按save OK 下一个 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boof这边 你会注意看到上面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动的 这上面的东西是不能够动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做东西就是选我们的boof 我们这边有很多个不同款的一个boof给你们自己选 一定要选其中一个boof 选好了呢 我们就先去上载logo 你们的company的logo 上载好了 我们就 我们会上载我们的poster 我们现在只有三个poster可以选 只可以放三个poster OK 下一个你们的boof的discription OK 这个你们也可以放 然后video url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你们就放在空枕那边 然后你们的product catalog 有八个总共可以上载八个product catalog 全部一定要在pdf 才可以 你不能够用jpg也不能够png 只有product catalog是用pdf 然后全部只有五个mb 全部五个mb 你们要记住 好下一个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你会看到我们的那个logo的那个size 会比较小 其实你们不用太记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过后 会在后面自己做一个preview 或者是有顾客要按的时候 他们可以直接按进去 那个东西都会变大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记忆它是太小还是太大 OK 下一个呢 poster也是一样 poster你们就要上载jpg 或者是png file 好 要记住是poster 然后下来呢product catalog就是pdf 只有pdf可以 如果你们的pdf太大呢 我们下面已经有辅上一个url link 就是说压缩的一个文件 pdf 一个功能 好下一个 这个就是会看到你们所选的一个buf 你们如果选了红色他们这边preview就会出现红色 然后呢你们的公司的logo 然后呢你们的这个product 的poster都会在这边依照顺序 依照顺序都会出现在这边 好下一个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请在那个问答窗里面 我们那边会有负责人会帮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会问答你们的问题 好下一个 下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个add-on是附加的意思 附加就是说如果你们需要 你们的product catalog 更大更大的一个储蓄号的话 你们可以通过打给我们的这个mr.dixon 或者是mr.tiffany 跟他们说你们想要加大你们的那个码就可以了 ok这些是附加的东西 好下一页 ok 关于这个presentation slot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还没 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做一个 再做多一个meeting 关于这个presentation slot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是给你们去present 你们要present的东西 在这个border里面 可是现在这个presentation slot 这个presentation slot 这一部分呢 我们在下个星期才会再做多一个 做多一个meeting 好下一页 好现在到了我们的这个booth里面 你会看到有三个选项 chat with 二就是说跟我们聊天 我们会有这个chat box在这里 首先第一个步骤你要先按这个interaction 按了这个interaction呢 然后这个窗口才会跑出来 然后你才按chat with us chat with us呢 你们这边就会看到一个问答窗在这边 好 接下来 下面呢就是说 任何人 任何 visitor 任何channester 如果他们有问答问题 你们都会在这边看到 你们都会在这边看到 所以你们一定要按这个reply的文件 按这个reply的这个button 然后你才可以回他们的讯息 一定要按 记得 下一个就是做个预约 make appointment 就是预约的事 在这边你可以选 你要在几号做预约 然后几点钟的时间 然后按submit OK 当他们按submit 当我们会来到这边 我们就会看得到 这边有谁要跟我们做预约 我们这边就会看得到 然后你在这边按confirm 如果你要跟他做预约 你就按confirm 如果不要的话 你就可以按reject 好 就是这样 好 这个b2b account呢 大家要比较注意一点 这个b2b account 因为这个是b2b呢 会在活动的前两天 开放给特别20位 国际的买卖者 他们都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买卖者 所以你们如果看到这个b2b 这个trade visitor的话呢 你们要比较留意他们的这个预约 OK 一样的 他们会前两天 找前两天 跟你们预约一个时间 然后几点 你们按 然后submit 然后你们要接受就对了 OK 再重复一次 如果有任何问题 不明白的地方 请在问答窗里面 问一些问题 我们会在里面 有人会帮你们 回复你们的信息 好 你们在login之前呢 在登陆这个border之前呢 请你们 Windows的话 去setting 去 去这些 去advance 然后去clear catch select clear catch image 如果你没有clear catch的话 你们会去登陆到不同的网页 好 确保你们登陆之前 请按这个东西 请去setting 按这个东西 Clear Data Clear Browsing Data 这一步很重要 好 这个是for 苹果的用户 苹果用户 请跟着 跟着持续 好 下一步 OK 我现在来示范一下 要怎么弄 好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网页 OK 一样的东西 我们输入密码 好 好 等等 OK 所以我们要去这个History这边 好 Clear History 看到下面那个Clear History 一定要把全部文件全部Clear掉 然后你才可以登陆 然后你才可以登陆 等下 好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网页了 好 所以我们再重新登陆 OK 如果你没有clear catch的话呢 你们就会出现这个网站 这个页面 它就会有Access is Denied 所以刚才我的那个步骤呢 是我Clear History Clear History过后呢 我就能进入到这个网站了 就是这边 好 首先这个就是你们的Exhibitor Border 你们要上载的文件全部在这边上载 好 首先呢 你们会看到这个Company Name 跟这个Country 这个Company Name 你看是不能够edit的 OK 还有这个Country 是不能够edit的 其他的呢 你们都可以edit 你们公司的名字 你们的这个Facebook的账号 还是什么之类的 地址 都可以 OK 然后呢 这个Brief Company Discretion 你们要记住 只有一千个字母 不是一千个字 OK 这边Max Character 1千个字母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Category 这个 分类这边 你们只可以选五个分类 就是说 你们要选什么都可以 不能够选上超过六个 超过六个的话 你们就储存不到了 OK 然后呢 这个Safe的 这个储蓄 这个Safe的Button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按这个Button 你之前所填的东西都会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按这个Safe的Button 然后呢 它会出现 Exhibited Information Updates 的Successability 就是已经成功上载了 成功更新了 OK 我们来到第二面 Exhibition Personals 就是你们的个人资料 OK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的话 你一定要按Add New 这个Add New 新加的意思 Add New 按了Add New 过后呢 你就会出现你们的名字 会在这边 你们会填录你们的资料 OK 如果你要更改你的资料呢 你可以更改你的资料 像上阵子 我更改一下 Calvin 如果你是拿那个Department的都可以 我们来试试看 好 我们在储蓄 一定要按储蓄 Save Button OK 然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格子出来 如果它说Successfully updated 就是你的东西 你的资料就已经有储蓄了 按OK 好 你会看到 你看我的Calvin 我的名字已经有被换了 然后Business Development 好 所以这个步骤很简单 没问题对吧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记得再问答创里面 去问问我们的技术人员 会在里面 好 下面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也是做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跟改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好 下一个 这边就是来到我们的Bus了 好 你们看到我们有很多不同 很漂亮类似的Bus的设计给你们看 好 我们选其中一个 这是一次性的选项 你过后你选了过后 你不能再回来 再过不漂亮 你再选到另外一个 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边你们一定要选的 比较小心一点 你们看好了才选 所以这个当你选好的 我是选这个 我选好的呢 OK 我就可以上载 我要的那个logo 这个呢 你可以看 你可以自己看 你们上载的logo 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 你们可以按这个delete button 这边有一个垃圾桶 你们可以按 这个出现了 然后我要重新上载 一个新的logo 是怎么样上载的 好我现在选选一下 好 现在我已经重新上载了一个新的logo 这边会拿一点时间 因为它要上载 好 所以这边你看 你已经有上载好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到这个poster 也是一样 你们可以选三张poster 你也可以看preview 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是A4 size 它的文件是A4 size A3是不能够的 然后呢 这个poster 你们最好是依照顺序 就是说 第一第二第三 你不要乱乱跳 如果要依照顺序的 这个boof decision 就是你们的 在boof的时候 会看到的一个东西 一个简介 如果你们没有video的话呢 就不需要放这个video的 好 你们现在要注意到的 注意东西呢 就是 如果你们上载错了 一样也可以把它丢进垃圾桶 再重新上载多一次 好 就是这样子啦 你看到了吗 好 好 接下来 Product Catalog 你们只有5MB 8个文件5MB 不是一个文件5MB 是8个文件总共5MB 然后指线PDFR PDFR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PDFR 一样 如果你上载错了 也可以垃圾垃圾桶 再重新上载 好 你看到了吗 好 这边很简单吧 当你们上载完了 记得回到上面去 按这个储蓄的 这个button Save 好 按 好 这样子你们的资料 是已经更新了 上载更新成功了 好 按OK 我们就来到下一面 好 这个就是刚才你们选的 这个 我选的这个BOOF的设计 我的logo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poster是依照顺序的 F&M logo是在最后一个 好 你看前面是依照顺序的 1 2 3 video呢 是不会在这边看见的 大家注意一下 video是不会在这边看见的 好 当你们确认好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看下一面 附加 add-on 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几个附加的东西 就是说你想要更大 加大你的那个product catalog的那个 MB 你可以在这边加大 或者是你们的video 如果你们的配套有video的话 你们可以加10 好 这边 一样的 如果你们要附加任何东西 请联系Miss Tiffany这个电话号码 或者是Mr.Dixon 这个电话号码 你就可以联系上他们了 好 下一面 presentation slot 关于这个presentation slot 我们 刚才我已经说了 会在下个星期 我们会有一个另外一场的会议 是关于讲解presentation slot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们对这个presentation slot 有兴趣的话 你们一样 可以 联系Miss Tiffany或者Mr.Dixon 关于这个presentation slot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小时的presentation for你们在这个网页上去吸引更多的顾客 到你们的摊位这边来 好 关于 关于这边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的这个 简介的这个briefing是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请在问他窗那边 我们会有技术人员回复你们的问题哦 谢谢大家 你看到吗 我又更新了一个BOOF的设计 大家要小心只能够选一次 不能够选第二次了 过后你们要更改设计是不能够更改了 大家要注意看 我现在这边就简单的示范一次 重新示范多一次 要怎么上载这些怎么丢垃圾 看到了吗 我刚才已经把两个Poster已经去除了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 看到了吗 所以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现在看到了Q&A 我来看看 Joy的 最多可以两个人 最多可以两个人 Exhibition Representative是两人 Check is not live chat Reply later 对对对 你可以之后再Reply 没问题的 不用一次直接Reply也可以 Video URL 可以是来自念书或YouTube的吗 你好 如果是Video URL 我们建议是来自YouTube的 所以比较好 YouTube的 你们直接去copy那个link 直接上载 直接填加在空格里面就好了 Video URL 我们建议是用YouTube link Why I can save after updated the information improved 这个呢 如果你不能够 不能够按safe的话呢 请联系我们的这个email address 我们的技术人员会回复你的信息 Dateline for uploading all the details 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 是10月1号之前 10月1号之前 大家注意10月1号之前 10月1号过后呢 就不能做任何的更改了 请问product catalog是会如何显示 这个product catalog呢 会在你们的exhibition booth那边 你可以看到exhibition 等等 这个我示范给你一次给你看 这个我们还没登录 这个所以这个我当时先不能示范 可是会在你们的exhibition booth那边 这个product catalog呢 所有人都可以下载 下载了呢 会到你们的brief case那边 好等等 我现在开开试看登录给你们看一下 好 请下载了呢 好 请下载了哦 配华 所以这个product catalog你了解了吗配华 如果还不了解的话 我们的技术人会回复你的问题 好 how to change password 那边有按一个forget password的一个功能 你们unforget password呢 就可以更换你们的密码了 全部catalog全部catalog都会在你们的exhibition booth那边可以找到 好 这个你们不用怕 好 配华这个product catalog add-on size呢 对 会另外收负的 所以这个另外收费的呢 你可以联系tiffany或者是dixon 配华 如果你觉得你的product catalog的size很大的话 你要去try to compress它先 刚才或者Kelvin你给他看那个网路 可以 在我们的那个manual里面的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好 等等 好 配华 你要看到这个网站的吗 这个pdf的压缩网站 我们已经提供了给你 如果你的catalog是比较大的话呢 你可以来到这个网站 他可以帮你压缩 弄小 好 这个是第几面呢 那个product menu的第几面 第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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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配华注意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好 或者有一些问题 时间的话 很好 也要不要再接受 好 而且呢 没有很多人没有听到 好 应该看到的 好 然后呢 应该看到的 能不能实现 好 门路 没听到 Agnus He 所以你们的视频也是会在这个 Exhibition booth 都会看到的 还有任何疑问吗 还有任何疑问吗 Agnus 收到你的邮件了 谢谢 Julia 你留下你的email address 然后呢 Kelvin 会发给你 这个今天的 tutorial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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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ulia 收到你的邮件了 谢谢 Kelvin 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如果那个brief description 刚才你有给我们看到那个brief description 那个brief description 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写呢 那还有我们可以用中文来写吗 好 关于这个brief description 是可以的 一千个字 一千个字 那这个一千个字可以用中文来写吗 可以可以 中文是一千个字 英文的话呢是一千个字母 好 那如果我们用一千个字来写 用中文来写 那可以翻译到吗 那如果我是buyer的话 等一下我看的时候 我可以翻译到还是怎么样 不能翻译 不能翻译 可以copy 然后在google translate 来翻译吗 还是怎样 这个没问题 这个可以 好的 那各位要记住 你写的电话号码 必须写你的country code 如果你没有写你的country code 那buyer来找你的时候 他们不会找到你 如果他们过后 这个event了 他们要来找你的话 他们打那个电话是打不通的 因为没有你的国 国家的code 对 对 是的 谢谢你 好 还有 Kelvin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 这个poster 我放在网站了 那我知道 过后 过了十月一号 我就不能换 那些 那些参加者 如果他们刚刚才 participate的 他们都还没有收到 那个password 跟ID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会在自己 怎么说 我们这边自己会弄 他们那边不用再弄 我们这边会manually 弄给他们 好的 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有说过 有一个是booth description 那个booth description 你是给他们写几个character还是几个字呢 没有写 没有写 那个booth description 等一下我会 就是这个东西 对了 对了 OK 这个东西 稍等一下 我先看看 这个东西也是一千个字 也是一千个字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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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那个password呢就是 在email里面收到的那个password 在展览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问题 在展览会的时候他想要invite他的customer来过来看他的展览 那怎么样呢 哦 关于这个问题 可以的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他有一个specific的web address吗 来看他的展览还是他必须register 好像每个visitor这样子 我会给你那个reference url 都在那里你可以放在你的facebook还是你的website 哪里也可以 所以你一click进去那个那个url 你就会到了我们的这个portal 只是他一定要register 所以他register了他就会直接到你的boof 真好 我们的这个event是9点早上到6点傍晚 每一天从14号到17号 那过后呢 如果有人来网站找你的话 他们可以留言 其实是1点傍晚的 因为就是说 那些事情 是很重要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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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vin, 我们有Irene所说的这个Function吗? 我刚刚看到 有了,是有的 你是要进去那个Chat Management 去看 在那边会有两种 一种是Messages 一种是New Messages New Messages 是 那个Message 你还没有复达 还没有看的 对,还没有看的 还有其他疑问吗? 大家还有任何其他的疑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感谢你们今天 发了一段时间来看这个Tutorial 希望各位都会做得没有问题 谢谢Kelvin你的时间 因为你解释了非常好 那所有人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你想要找Kelvin的话 Kelvin会留着他的E-mail给你们好不好? 那所有人希望再看这个Tutorial多一次的话 请你发给Kelvin Kelvin会给你这个录音吧 好不好? 是的 嗯 谢谢各位 有什么疑问 你不用担心 你们可以直接找我们 我们也是会帮你的 虽然我们是做Sales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直接找Melvin 或者是Kelvin的话 直接找他们就对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在下个星期见吧 好,谢谢 感谢大家 大家好 拜拜